各位好 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六叔叔 有一阵没更新PR系列教程 正在给新的系列教程疯狂写稿 几十集 能跟一年的那种 一直有同学求片尾的PR教程 本期先来一个花絮滚动字幕片尾 我在之前的摩托大片的片尾里面用过 制作非常的简单 几分钟就能搞定 非常适合作为短片 或Vlog的结束 用来展现拍摄花絮和制作人员 在电影的结尾也非常的常见 老规矩 准备好的同学 请把OK打在公屏上 我们出发 首先我们把制作片尾的视频素材 拖到时间线上 一般这种片尾 放的都是正片拍摄中的幕后花絮 或者拍摄中NG的场面 在原监视器中按照自己的想法 调整素材时长 去掉不要的部分 拖入时间线 建议保留视频的声音 有声音的花絮才有味道 选中第一个片段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将缩放改为40% 这个数值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我的视频素材是1080T的 拖动位置的数值将缩小的画面移动到左边 上下居中的位置 然后将所有的片段都做这样的调整 别怕 PR有批量复制效果的功能 在第一段上右键选择复制 然后框选其他的素材片段 右键选择粘贴属性 别的选项都去掉 只在运动上打勾 这代表我们只复制位置信息 播放一下 所有的片段都被调整了大角和位置 接下来我们制作滚动字幕 如果字幕的文字很多 建议先把字幕的内容用文档工具写好 全选复制 将播放指针移到开头 使用PR的文字工具 粘贴文字 然后放大画面 做更进一步精细的排版 想要单独调整某几个字 只需要单独选择文字 在基本图形面板里调整大小和颜色即可 最后调整整块文字的位置 让文字在这个视频画面的右侧 拖拽字幕所在的这个片段长度 让字幕片段的长度 刚好和视频片段的长度一致 下一步制作字幕滚动动画 选中字幕的片段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这里有两个地方都可以做位置动画 上面矢量运动的位置 和下面的运动里的位置都可以 我就用矢量运动的位置给大家做演示 将播放指针拖到字幕片段的开头 在矢量运动的位置前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建立第一个关键针 拖拽数向数值 将字幕向下刚好移出画面外 再拖动播放指针到字幕片段的尾部 再次拖动位置的纵向数值 让字幕向上移出画面 播放一下 字幕就开始滚动了 细心的同学应该能看到 我原始的案例里面 字幕的上下是有见影见线效果的 很简单 用蒙版搞定 找到不透明度这里的蒙版 点一下方形的按钮 建立一个矩形蒙版 拖动蒙版的锚点 调整大小和位置 让蒙版刚好框住字幕 播放一下 见影见线的效果还是不明显 别急 修改蒙版语画的数值 大约100左右 再播放一下 是不是有效果了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给最后一个视频片段的尾部 再加一个交叉溶解的转场 让这个画面慢慢变黑 代表着结束 搞定 来 整体看一下效果 啊 千万 哎呦 哇操 还可以 看美女 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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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意思 超棒 超棒 好 挺 过 富哥 干嘛呢 放胡子 好 三 保留 加点数 加点数 哎 顺利 刹青 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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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期的校训就是这样了 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简单 PR系列已经做了49集了 跟了一年多 我感觉快接近尾声了 因为我已经快想不出要做什么效果了 目前还剩几个选题 同学们可以把想学的序号打在公屏上 我会优先制作人多的选题 1.PR如何套蜡的调色 尤其是S-Log和HLG素材 还有我的常用蜡的分享 2.其他的片尾教程 比如我目前使用的这种 3.如何使用BGM和音效 让你的片子身临其境 包含音频剪辑的技巧 4.PR剪辑中最有用的技巧 调整涂层的用法 我的PR教程一直是不问不活 很多人都说喜欢 就是没啥播放 我也很奇怪 所以看完教证的同学 能不能三连支持一下 当学费也好 当鼓励我也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Rio叔叔 爱你们 点个心 拜拜 拜拜 by bwd6